市场上的教育资源或平台提供了许多投资致富的理论和方法 但股市赢家却是少数 大多数人仍然是输家 即便是那些教授股市理论的人 他们可能仍然是普通的上班族 过着普通的生活 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 没有一套成功的方法可以完全复制到其他人身上 每个人的投资目标 风险承受能力 知识水平和市场观察力 都不同 因此 即使使用相同的方法 也难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取得成功 成功的投资需要结合个人的情况和特点 并且不断学习和调整 因此 重要的是要理解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偏好 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 不要盲目跟随他人 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思考和行动 张雨鸣分析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 搜索的关键是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 对我来说 好 好 感谢观看